现役200米第一人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相信是无数田径你心中 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吗 那为什么会说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 现役的200米选手中 不算18岁的耐顿 有三人是水平几乎一致 他们分别是莱尔斯 德格拉赛和科尔利 这三位分别是代表了 当今世界田坛200米的巅峰人物 其中成名最早的刀哥 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一举获得200米金牌的成绩 科尔利则是获得了白米项目银牌 唯独赛前最被看好的大嘴 仅获得了200米铜牌 那既然是讨论 谁是现役200米最强的选手 我想 只有拿出比赛才能见真正 刚好前几日 举行了一场钻石联赛 三人又刚好都有参加 我们就拿这场比赛做一下讲解 话不多手 先看视频 可以看到 莱尔斯这赛季身材发生了一些变化 旧线条明显了许多 爆发力提升了不少 这一点从起跑时就不难看出 同时也少了2019年时 那股轻盈跨步的感觉 回到主题 为什么说这场比赛会是低人的缩影呢 可以看到 从起步接断莱尔斯和科尔利 几乎就确定了优势 出完道后场上也仅剩两人在争夺金牌 至于奥运冠军德格拉赛 只能说是无话可说 可能是进入执道后 发现完全没有机会后 便主动放慢动作 途中跑于去年东京相比 可以说是软眠无力了 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人说 他这样是正常操作 不是隐瞒实力 就是怕受伤 但小扒却不认为是这样的 运动员的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2019年时的莱尔斯 状态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不能因为东京的失误 就否定莱尔斯在200米项目上的成绩 历史平均成绩第二人 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莱尔斯的成绩 并且克尔利在这场比赛 发挥的也十分不错 总不能说运动员耗费那么长的时间 精力和资金 是过去摸鱼的吗 显然不可能 无论如何 如果德格拉赛今年的状态 一直如此的话 那么今年尤金试锦赛可以提前宣判失败了 因为这届试锦赛 不仅有着莱尔斯和克尔利两位老对手 还多了一位天才少年耐顿 倒是又将会是怎样的盛况了 一起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